到观光区拿着牌子宣导 高雄慈离聚工缤纷多路 捐水救人无损己身 这样的口号 对想要行善的民众来说 有人化为行动 我想要帮助更多其他人 毕竟每个人生出来的 健康情形不一样 既然我们是健康的 我们就可以选择帮助其他人 刚刚满18岁的大男孩 透过了家人知道建党活动 利用上课前的空档来参与 也有人选深考虑之后 晚起休止 这样活动就是很棒 就是可以让这个爱去传出去 然后就是虽然说之前 还不知道这个活动 可是今天来到这里之后 我觉得就是 我日后就是也可以跟我的同学 甚至是朋友分享 神秘颖它的意义 其实就是以人与人之间 就是建立起来的 那你帮助它 你才有这个价值存在 然后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 给我这个勇气 也有给我这份机会 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 顾随是怎么样去配对成功的 应该是说 我终于完成我的心愿了 经过几年的犹豫 曾经徘徊取疑 最后完成建党 也松了一口气 让生命的价值可以多多发挥 对参与活动的人来说 他们踏出了第一步 期待未来真的能够如愿挽救生命 大约新闻真审美志工高雄 综合报道 至于开